主要在地上建立这个灶会 建造基督的身体 希望我们更多的来操练 让基督来居守卫 在灶会中这段时间 我们要建立小祖 小祖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诚心的时候 能够找到同伴 祷告找到同伴 看望然后传福音 这世间世上都能够找到同伴 在座的弟兄姊妹 祷告主啊 你给我一个同伴 诚心也好或者祷告也好 或者是出去看望 或者出去传福音 都能够找到同伴 我们不是单位的肢体 我们都是身体上的肢体 肢体能够彼此相连 就能够被建造起来 求主得主我们 能够在灶会生活里面 能够跟上灶会的行动 然后我的故意弟兄姊妹 周二的祷告 是一个身体的祷告 照会的祷告 这是一个真正的祷告 多数我们个人祷告可以为了自己 但是呢 照会的祷告呢 是为了主 现在在地上的权益 弟兄姊妹能够把时间释放出来 周二七点半 我们一同来到这里用祷告 前面半个小时祷告 第二个阶段呢 有一个成全 来进入戏期 弟兄姊妹也得供应 我们也能够备成全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我们各个大区里面 一同的侍奉 我们侍奉不是单个人 而是在一起里面 各区的侍奉交通 我们弟兄姊妹尽力分出时间 到会能够一同往前去